上期视频里,我带大家体会了新泽西号战略舰127毫米副炮开火的震撼场景 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副炮开火不仅仅是抠下扳机或者是点一下鼠标那么简单 今天我就进入副炮炮塔的内部,看一看幕后发生的故事 新泽西号一共有20门副炮,两两分布在这样的炮塔内部 它们可以打击空中和海上目标,是主炮火力的重要补充部分 进入炮塔内部,我们需要先穿过2.5英寸厚的装甲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炮塔内部 每一个炮塔会有两门一模一样的火炮 这一门 还有这一门 这个地方看着挺寬敞的 但大家知道里面一共会站着多少人吗? 在作战的时候操作这两门火炮的人一共有14个 所以这14个人都要挤在这么狭小的地方 两门火炮共享树弹机 它们在炮弹,弹筒和弹头是分开装的 所以弹筒和弹头就会通过这个树弹机从下方递送过来 然后由人工从这里拿出来 放到炮塔里 这一个是腰筒 右边我们有一个弹头 但看起来像是木头座 虽然炮塔内部有一个瞄准镜 但事实上在炮塔内工作的水手并不参与火炮的操纵 这些炮手其实只是人肉装弹机 炮塔的可见部分只是冰山浮在海面上的一角 通常复炮炮塔分为上下两层 我们刚才看到的仅仅是上层 接下来让我们下到甲板的下层 看看弹药库和洋弹机的下半部分 这里就是甲板的下方 炮的炮弹就从这里拿出来 通过人肉的方式 运到炮塔下方 从这里被装入洋弹机 然后输送到上层 上层就是我们刚刚进入的炮塔内部 这边是它的药桶和炮弹 根本拿不起来 估计这里放的炮弹是真货 弹药库 与主炮类似 战略舰的副炮也是由中央火控系统统一控制的 计算副炮弹道和操作副炮的地方是汇图式 通常它位于军舰的核心区内 有厚厚的装甲保护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核心区内的前置主炮汇图式 它也负责副炮的弹道计算 这个房间中央放置着两台机械式火控计算机 它们被用来计算副炮的弹道 房间侧壁上密密麻麻的分布着上百个开关 控制着火控信号的传输 绘图式中央放置着遥控副炮的扳机 控制副炮的有三个扳机 最左边的扳机负责发出告警信号 通知全键副炮即将开火 中间的扳机是全自动开火开关 有陀螺仪稳定 按住扳机不松手 扳机就会在船体在预设位置和角度时自动开火 最右侧开关是手动扳机 一旦按下扳机副炮就会立刻开火 在几十上百人的共同协作下 一发127毫米的炮弹才能完成转运、装填、瞄准、开火这一系列流程 最终达到海里 下期视频里我们会走进406毫米主炮炮塔内 看看又粗又大的主炮们又是怎么工作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点关注哦 接下来